2023年 意大利交通检查更加严格 严抓酒驾和非法电动滑板车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年底了 少不了一年的大盘点 交通道路事故也是一样 在过去的一年里 意大利道路上滑板车风靡 事故也是成倍的增加 在过去一年里 滑板车事故为2101起 相比较去年的518起 增加了两倍 9名司机死亡 其中4人来自罗马 而今年的交通事故也是出现了增长趋势 与2021年相比 受伤事故增加了24.7% 受害者增加了15.3人 在意大利平均每天有8人死于道路交通 酒驾 毒驾就占了事故原因中很大的比例 在交通事故频发的当下 意大利交通运输部于昨天下午召开会议 强调了在打击酒驾和毒驾肇事者的同时 要加强夜间的控制 以及加强学校的交通安全预防科普工作 在之前的交通副部长放出的消息称 惩罚酒驾与毒驾将不仅仅是吊销驾照一两年那么简单 而是必须终身取消获得驾照的资格 同时还将驾照计分系统更好的利用起来 除此之外 对于电动滑板车将不仅仅是佩戴头盔之类简单的规定 它将被划分为和电动车一类的交通工具 不仅仅要上车牌 还需要将计分系统运用到其中 所以未来的电动滑板车的使用 将不再是那么随心所欲没有限制了 爱喝酒的街友和有电动滑板车的街友们 可以多多关注这方面的法令信息 顺应意大利的交通改变 减少不必要的处罚和事故 感谢观看